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被板板打到你 然后你坐前面一点 你会比较亮 好 比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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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光 好 亮 有健康的身体 还有健康的生活 明阳寇 专业医师线上清诊 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十一点零七分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 明映UNCLE节目 我是诗伟 在我们今天现场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上次呢 被人家以为是老太太 结果后来发现是 无敌宇宙美少女的医师 我们来欢迎的是 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 张家培医师 医师早安 哈喽 大家早 到底是谁误会你 哪个网友出来 他今天有上线吗 确定 好 我们今天呢 在现场呢 我们也是有进行直播的 非常欢迎大家呢 可以上脸书的 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天现场节目的直播了 有诗伟 还有张家培医师呢 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 有关于中医方面的相关主题 但是呢 今天外面这些人呢 我们确定要聊这主题吗 可是他那个 就古时候的谚语 都有在讲 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什么意思 如果说呢 小寒或大寒很冷 那就是说人马安 就是说明年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 但是不冷 他说明年就会 可能会干寒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没关系没关系 我跟你讲 机会是一半一半 为什么吗 因为2019年呢 24节气当中 有一个节气叫做小寒 大小的小 然后寒冷的寒 另外一个节气呢 叫做大寒 大小的大 然后也是寒冷的寒 小寒新来 大寒你傲变 那小寒呢 在2019年呢 就是明天的1月5号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讲法呢 今天跟明天的白天 天气温度都会非常的炎热 可以到20几度左右 但是到明天的晚上天气就会变天了 所以 那这样倒算什么 所以我的机会一半一半啊 所以怎么猜都对 对怎么猜都对就是了 今年夏天不下雨 他就是跟早上走 如果今年夏天下雨 而且都没有什么传染性疾病的话 就跟着晚上走 没关系我们现在都有直播 直播留下来当证据 都说这照张家裴医师讲的准备 不是我讲的 不是我讲的 是古时候的习语 书语讲的 书语讲的 好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我先请张家裴医师 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跟说明 因为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一年365天当中 最寒冷的一天 其实是小寒不是大寒 对对对 为什么 其实就像溶雪一样 下雪其实不会很冷 溶雪最冷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说 你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其实是最冷的时候 冷久又冷习惯 因为慢慢开始 他要回温了 就是他已经到谷底了 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是最难适应 最冷的 所以要记住 如果以后人家问你说 你去参加抑制节目 人家问你说 一年当中最冷的节气 是什么时候 请记得回答小寒 不是大寒 对对对对对 好那小寒 所以我们现在时节 接下来就会进入 小寒跟大寒中间 而且刚好是在农历年节前 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养生之道 要来告诉大家 而且今天张家裴医师 带来了 这样我不晓得看不看得到 应该可以 带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补气四宝 是不是 还是人生有四宝 当对护八草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是小寒 小寒其实要吃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腊八粥这些东西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大寒的时候 就要开始吃动物性的蛋白质 小寒的话 要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 小寒植物性蛋白质 对 所以这 但这个不算 这个是所谓的杜仲 杜仲不是有头梦的吗 对对对 但它就补肾 我们现在是补肾最好的时间 补肾就是 啊 举凡你头发不多 嗯 头发不够黑 嗯 然后呢 感觉呢 每天都有气无力 神神 没有精神 对不对 那有的人 那有气无力又分两种 嗯 不是死死 有气无力分两种 就是说 长起来很有精神 嗯 但它电池很快就要耗电 就我啊 耗完了 对 就那个电池 电池要换 嗯 或者是那个插头 要插一插 这样子 对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怎么冲都冲不上 那跟电池老旧了 有效果啊 有效果 以前也是听不上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最好的时间 这种精气神 最好的时间 诶 这欧妈妈的肚众 要怎么吃它 而且你知道吗 嗯 这个触感哦 嗯 其实真的有点像 在摸那种 碳 碳 对对 就是烤肉的那种 碳的感觉 因为它都是根类 根筋类 对 所以其实 我们看我们 比较补肾的药材 它也都是属于 根筋类的药材 是 比如说像人参啊 像这种东西啊 丹龟啊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 根筋类的药材 嗯 那到春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叶子类的药材 花类的药材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 也是一样 那像辣巴粥 冬天是根筋类的药材 药材比较多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如果你是吃荤食的人 你可以多吃一些 油脂比较多一点点的食物 这样肉类这样子 好啊 不好意思 我再呼吁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在节目当中展示药材 如果呢 听众朋友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话 现在赶快上脸书 然后搜寻news酒吧 官方粉丝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直播的画面了 那个 我听杜仲听了这么久 我现在终于看到杜仲 像什么样子 杜仲的本人 对对对 杜仲本人 拉起来还会砍稀 很像起司一样 好 然后顺便帮我们按赞 分享出去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们尽量的来回答听众朋友 所以你刚刚讲说 冬天要吃的是 根筋类的药材和食物 就是杜仲是根筋类的吗 对对对 人生也是根筋类 你刚刚一直讲到一个东西 我可以先问一下吗 好可以可以 你刚刚记得讲到辣巴粥 它是外省的对不对 因为我是本省人 我没有吃过辣巴粥 其实就有点类似像 所谓的巴宝粥啦 可是是不是加了什么 很多东西 那个桂圆啦 对桂圆 红枣 红枣米 枣泥 这些东西 然后它是用糯米下去 糯米下去煮的 然后甜甜的那种东西 对你可以煮甜也可以煮咸 就是那个什么 市面上一罐八宝粥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 有点类似 但又不是那么类似这样 那它就是所有很多种颜色的米下去 这样子 对那它的米 那当然现在有些东西 可能就是就地取材比较不方便 是 对然后我就会去找一些 就是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非常高的 优质蛋白质非常高的 我们也可以就应应景来吃一下 因为小韩要吃植物性蛋白质嘛 对不对 就反正就是因为现在是以植物性蛋白质为主 那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之后 就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是大韩的时候 就要吃动物性蛋白质为主 这样子 了解 所以另外三个是什么 对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高粱 那这个煮的时候呢 高粱的高粱就是这样子 煮的时候呢 要泡水 至少要泡一个晚上 不然它就变得比较不好消化 那泡完水变久吗 不会 不会 对啊 然后泡了以后呢 它吃起来就是QQ软软的 还蛮好吃的 所以它是有点像艺人一样 就是说 对对对 把它泡水变软 然后再加进去煮就对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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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高粱 高粱可以在哪里买得到 杂粱行都可以买得到 其实你现在去那种 那个超商 其实都可以买得到 好 这是高粱 高粱长这个样子 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 跟绿豆 绿豆人有点像 对对对 但它不是 对对 就是去的壳的绿豆人 对 但吃起来差很多 吃起来就是QQ软软的 还蛮好吃的 对对 好 不好意思哦 辛苦我们的制作人 一直轰音轰到 他在试图让 试图让听众朋友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另外还有 这个就是羊扁豆 羊扁豆呢 它其实对我们的 那个女孩子非常好 对 它有大量的 我喜欢它的颜色 对 它有大量的那个 氨基酸啊 蛋白质啊 还有就是 它可以就有点 类似像植物的 那个雌基数的前蛆物 所以它有点像 大豆翼黄筒的意思 对 可是现在因为 大豆就比较多 基改的问题 这个比较少 基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 这是不错一个方法 羊扁豆是 生肖的那个羊嘛 对不对 不是是 外国人的羊 外国人的羊 三点水在生肖的羊 不好意思哦 我们的口温很差 对面的怎么笑成这样子 有没有礼貌啊 你笑我就算了 它是中医师耶 海洋的羊啊 对对 海洋的羊 它哪个扁啊 扁就是扁扁的扁 因为它扁扁的嘛 它是豆子的豆 还有羊扁豆 羊扁豆 但它煮了以后 就没有这个颜色了啦 嗯 粉红色的啦 这应该是现在的 粉橘色 非常非常漂亮啊 感觉吃了桃花就来了 这也是 炸的好美的 对 这个超商都有卖 对 超商 不是超商 超市对不起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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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这个看起来好眼熟 但我叫不出来它的名字 藜麦 藜麦 这白藜麦 白藜麦它的蛋白质含量 又比红藜麦多一些些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超市 非常红的这种白藜麦 红藜麦 其实它里面都富含 丰富的蛋白质 对对 而且呢 其实我们冬天 比较容易便秘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 都比较干燥一点 比如说蛋白质 会吃比较多啊 然后可能味道也比较重啊 便便就会比较粘稠 对对对 所以吃这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就是它的膳食纤维 非常多 哦 而且它也是就是很好的益生质 益生质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很多人它吃益生菌没有效 是因为你的肠子里面 没有它的食物 它活不下去 所以你就吃藜麦 然后给你肠子里面的益生菌 吃的意思 对对 好 一定要白藜麦吗 红藜麦可以吗 也可以也可以 只是因为我家没有 你家没有 好 所以呢 大家知道 这几年其实生机饮食 最红的就是藜麦了 而且你会常常发现呢 很多像现在外面 卖的一些沙拉 它都会改成什么 叫温沙拉 对对对 然后它的底呢 就会是藜麦底 有没有 然后有红藜麦 有白藜麦 各式各样的藜麦 原来藜麦呢 它含有丰富的 植物性蛋白质 对 跟膳食纤维 还有呢 益生菌最喜欢吃的 叫做益生质 这些都是还蛮不错的 那吃菜人 吃素的人 不是常常缺少蛋白质吗 对都可以从这里摄取 它可以从这里面去摄取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古老的 就是资讯啊 就觉得说 我要吃大豆一黄桶的东西 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 还有非常多种的植物 它是有蛋白质的 了解 所以你意思是说 这个高粱 然后羊 羊扁豆 羊扁豆 梨麦 跟梨麦呢 全部都是可以加入 那个八宝粥 辣八粥 辣八粥 里面 辣八宝粥 我对不起你们 我一直想要八宝 辣八粥里面 去把它煮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有一些东西 可能比较不消化 还有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加栗子 我爱 对 还有加一点点 栗子是加生的吗 生的 生的下去煮 其实很好吃 很甜 然后再加那个 腰果这样子 对 或者是 一碗热量会不会太高 觉得硬硬紧这样 还有松子 松子 松子我也很爱吃 松子用那个烤箱烤出来 超香的 其实他煮 煮这个也很好吃 煮粥啊 煮什么 加上去 那个风味真的很好吃 好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不要呢 再来问我们说 我到底是要加什么 比较好 在辣八粥里面 基本上我这样听起来就是 你爱吃什么 就自己加什么 是不是 不一定啦 比如说像莲子啊 比如说像那个艺人呢 他们比较不好消化 所以他可能就是 再过一点 就过完 过完农历年以后 再吃这样子 莲子跟艺人不要加 对对对 还有什么是不能加的 其实他其实我觉得还好 其实还可以再加桂圆 桂圆 对 桂圆是天然的甜味 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很多的那个肉 烤肉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松子 那个味道呢 会更香 这样子 烤肉加松子啊 很好吃哦 松子撒在上面 然后把肉烤上 对一起烤 好我没试过一下 自己试看 这样子其实有一个用意 就是可以让我们所谓的食用油呢 的用量可以用更少 但是请问一下 腊巴粥的那个基底啊 它一定是要用糯米吗 不一定都可以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属于那种消化不良的类型 我不能吃太多糯米 所以我可以用其他的 可以啊 其实你用糙米也可以 其实古代的人 他是用糙米 糙米 对所有的米 对因为其实可能在 在大陆东北方那边 或北方的地方 他们的米的种类会比较多 那我们这边南部的话 它米的种类就没有那么多 这样子 对啊 那所以那边所谓的黄米啊 什么就是像这样子 高粱啊 对高粱 并不是黄豆 对 哦好 所以呢 腊巴粥呢 如果你是属于跟湿尾一样呢 属于消化比较不良的人呢 你可以用糙米来做替代 那如果呢 你想要硬井的话 也消化也还OK的话 吃糯米就OK啦 但糯米真的不要吃太多 对 热量也高对不对 对而且不消化啦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要吃的 为什么人 为什么有个俗语就是说 哎我们冬要吃萝卜的原因 就是这样 嗯 其实要好消化 嗯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 吃肉萝卜是帮助消化 消化消化 还有就这样一些那个 我们所谓的火器 嗯 了解哈 哎那我们回到了杜仲先生身上 杜仲本人今天出现了 嗯 杜先生说 请问我要怎么煮怎么吃啊 其实跟鸡煮就很好吃 哦 杜仲鸡汤啊 对对对 那是直接加下去 直接加下去就好了 那有一些 但如果有小孩子 家里有小孩子就比较不适合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 你拿油再加一点点酒 嗯 一点点不要太多 然后加杜仲先下去炒 嗯 或者把一些中药材下去炒 嗯 因为在我们中药的 那个提炼的过程之中 其实有所谓的酒脆和油脆 嗯 然后还有水脆 嗯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所谓加油下去 嗯 加一点点酒下去 就是油脆和酒脆 这样子 嗯 好 呃所以呢 呃这个杜仲直接加入鸡汤里面 也是一种方式 嗯 嗯 嗯 哎 我要问一件事情哦 因为常常有人说 呃 有一些中医师会说 诶你的体质是不适合进补的哦 你不要随便乱补 你刚刚这种算是补吗 诶我们因为家的那个分量都很少 嗯 所以其实是还好 看你的肉类 如果你的肉类是羊肉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这些药材 中药材 如果你是比较所谓虚不受补 虚不受补就是说你很冷 可是你一吃比较温热的东西 甚至有些人他吃龙眼 或吃荔枝 他就觉得全身 全身冒火不对劲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人呢 那可能 如果你是要吃牛肉 你的食物的方面是牛肉或羊肉的话 你就尽量不要再去加 不要再去加那个中药材 然后你在炖煮的过程也尽量不要先爆香 因为其实爆香就是把那个油啊 姜啊还有这些肉下去 那它的造性就会出来这样子 嗯 好 所以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的 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了 如果呢 像现在这样的时节呢 我想除了这两天的天气之外 我每天都不想起床 对啊 好冷哦 我每天都 我每天都好想赖床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不要上班吗 而且这不是元旦的廉价症候群 应该是说 就会觉得天气冷 就想要窝在被窝里面 晚上呢 连朋友约要去逛街都会觉得 好冷 我们可不可以走地下街或百货公司就好了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节 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 比较适应小韩跟大韩 可是这没有办法 因为在以前古代人的话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觉得要顺应 顺应那个自然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都要早睡晚起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这样的生活期待 应该是非常养生的生活期待 没有错 就是每天在家里待着 或者这样子 早睡晚起 现在这个季节是OK的 对 对 那可是现在这个季节呢 其实是要多吃一些 像五股杂粮这些东西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嘛 对 那但是很多人他会误会意思 他就说 要吃五股杂粮 他就一直只吃五股杂粮 可是这个的前提 是因为我们吃很多肉 对 那有些人他可能 因为现在养生的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买的东西 都比以前的人方便很多 以前可能这个时候 都只有腌的肉 或者是说一些肉类制品 因为现在已经 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能取得的东西 都是动物性的蛋白质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说 提倡这个时候 要多吃五股杂粮 多吃萝卜 可是现在我们 我们选择性比较多 而且我们储存的东西 也比较多 所以现在是 前提是我们要先吃 比较好的 优质蛋白质 然后再多吃这些 粗的杂粮 不然的话你身体 因为外面也很冷 你身体这样子 可能会变得 慢慢偏比较冷性寒性 所以刚刚这些 都是优质蛋白质 比较粗的杂粮是指 粗的杂粮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草米 就是我们的基底 可以换成草米 然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深绿色蔬菜 这些东西 了解 所以现在这个时节 吃萝卜 最近是不是很红一个 白玉萝卜 是不是上次我们讲过了 白玉萝卜 对 所以现在是 多吃萝卜 有助消化就对了 不会太寒吗 不会不会 还好 萝卜还好 然后所以呢 早睡晚起 是最好的一个养生之道 因为天气冷嘛 这也是比较好的方法 那我一定要求助 一定要问一件事情 请问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提高我们的抵抗能力 尽量的避免感冒 来早上身呢 其实感冒这件事情 我们要 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要 不要去接触那些 那些致病员 所以口罩一定要戴 那第二个呢 其实在这个期节呢 很多人都会说 那我要不要吃一些 那个葱姜蒜 其实反而不好 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吃葱姜蒜 比较多的话 比较容易会让我们的血 一往外面跑 那可是往外面跑 我们也没有办法抵抗 这么寒冷的天气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像肉桂啊 桂枝啊 还有我们所谓 那个花椒啊 然后呢 八角 这些东西反而 对我们比较好一些些 你的意思就是说 去吃麻辣锅 可以吃里面的 八角花角 但是呢 不要啦 那不好吃啊 但是加那个酱汁的时候 不要用葱姜蒜 就是说 葱姜蒜不要吃进去这样子 就不要大量吃葱姜蒜 可是我去吃麻辣锅 就是为了吃那葱啊 可以吃啦可以吃啦可以吃 但你这样那会冒汗 那冒汗的时候 我们一出去外面 因为我们毛细孔就全开这样子 嗯 好 所以 好 那如果 如果冒汗的话 请记得随时把外套加上去啦 对对对 就其实应该要擦汗的这个动作啦 对 好 所以这次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的部分啦 另外有一些人手脚特别容易冰冷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我们每年都会提到说 有人手脚冰冷如果有 啊 烤炉或暖暖包有多好 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自体发热吗 自体发热 那第一个就可能就是要运动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说到底是 什么原因造成四肢冰冷 四肢冰冷有可能第一个就是 我们说的那个就真的是寒性的体质 嗯 他比如说他很冷这样子 他很冷那他 他也会怕冷 他手脚冰冷 那这就是寒性体质 寒性体质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吃羊肉啊 这些东西来去做一个补充 嗯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你并不觉得冷 但你四肢就是冰冷 那我们就是说是寒 就是寒掉欸 嗯 寒症的体质 他只是血液循环不好 没有办法把热气输送到我们的四肢这样子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是吃一些比较书肝里气的东西 嗯 书肝里气比如说像那个那个金针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这样 或是百合这样 嗯 现在还有金针花跟百合吗 百合应该都有啦 百合不一定要新鲜的啦 就是冷冻式的也是OK的 对 金针花也是现在也是偶尔有看到 不过其实最实际的方法其实还是运动 对不对 运动是最快让你的手脚可以活络 可以热起来的 对或者是其实做一些伸展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也是不错的方式 对对对 好 那最后呢 在小寒季节要来的时候 还有没有最后要提醒大家的一些 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跟那个冷空气对抗这样子 对你保暖的一定要做好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 就是尤其是长辈 敌人来洗不要正面迎战 对 对 不要尤其是长辈 你睡觉一定要穿袜子 对不对 因为很多长辈呢 他们都觉得睡觉为什么要穿袜子 可是其实是保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没有我妈都叫我睡觉一定要穿袜子 还有一个就是你 因为老人家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夜尿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这样 那夜尿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要喝一杯水 喝一口或两口水都可以 为什么 对因为其实呢 我们因为老人家他心脏没有那么有力气 所以他在做执症的时候 其实他的回流比较不好 那所以他白天的时候尿不见的会很多 那晚上一躺平的时候回流口的时候尿就会多 所以夜尿会多 那所以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中风都这个时候发生 为什么呢 晚上尿尿很多 其实身体是脱水的状态 所以记得在床旁边还是要摆上一杯水 对对对 或者是说如果说家里面有保温壶的话 那种热水瓶的话 上完厕所出来之后记得喝一口温水 也不要多啦 因为喝多了你又要上厕所 也是麻烦啦 对对一定要喝 最少要喝一口啦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等下广告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也非常欢迎您呢 可以上脸书 搜寻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 一起来加入我们 有关于任何中医方面的问题 或大韩小韩方面的问题呢 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请教张家培医师 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哈喽大家好 哈喽 现在上面有人吗 我来看一下 感谢李明帮我们分享了 谢谢你 鱼小说 韩总 韩总是韩国瑜是不是 韩国瑜说睡觉要穿袜子 为什么韩国瑜会讲到这件事情 而且为什么你们会记得韩国瑜说 睡觉要穿袜子 所以请一阵子好 好流行这件事情 OK好 有人说肚中是树皮不是根筋 树皮的根 树皮的根 对 应该是先生啦 医生说是树皮的根 不好意思 我刚刚讲错了 树皮 不好意思 口误口误 万一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上网上面来问咯 啊 好棒 明天要放假 对啊 感觉好像没上几天就要放假 怎么那么好 哪有 过年前你觉得事情特别多吗 还好 像我就是一定要吃肚中的人啊 我的发色不是 我的发色是天生就这么浅 我现在是软 但是问题是 我的发色本来就没有这么黑 没有这么黑 而且白头发白很多 可是你皮肤白啦 皮肤白发色不会深 皮肤白的人 发色本来就不深 皮肤黑的人 发色本来就深 对啊 你看那个黑人都没有 什么颜色的头发 所以这样我不用愧疚 觉得我自己 没有没有 发色不黑是不是 我突然觉得很开心 今天人生充满了心 像我皮肤黑的头发 现在时间11点32分 欢迎回到 明阳客节目现场 我是诗位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请到的是 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 张家培医师 跟听众朋友呢 聊聊各种有关于 中医方面的问题啊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扣印进来 我们的扣印端线是 83693398 83693398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我们今天呢 明阳客同步的有现场直播 非常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脸书上面提问问题 我们一起来做回答 好 我们在接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回答 脸书上面朋友的问题 这是于小说呢 韩国语 韩国语先生说 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穿袜子 是不是四季都要穿最好 四季我觉得那太热了 夏天穿不住 对夏天穿不住 可是有一些东 有一些老人 我觉得还是四季穿袜子 我不是在指韩先生这样子 我是说真的有一些老人 他们四季手脚都冰了 所以我觉得晚上 其实还是要穿 因为我们讲说年纪越大 其实新的那个力量 新pump的力量 就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还是穿一个袜子 保个暖会比较好一些 好 另外呢 他说肩颈容易紧绷啊 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比如说吃中药啊 针灸啊 会有用吗 我觉得肩颈紧绷 大概是某一个姿势太久 才会这个样子 或是姿势不良造成的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针灸啊 吃中药啊 或是吃西药的肌肉松弛剂啊 这些东西呢 都有助于改善 但我觉得这些改善 都是属于治标 不是治本 治本你还是要运动 对还是要做一些伸展的活动 嗯 好 了解 好 另外呢 呃 佩君 佩君问说 吃姜有没有时间的区别啊 吃姜最好是中午12点以前吃这样子 而且我们说冬天也不要吃太多的姜 为什么 因为冬天吃太多姜 我们的那个还是一样啦 就是体 谁12点之前会吃姜母鸭 我们 其实有一些 像我自己啦 我自己都其实在早上的时候 我如果 如果我有泡任何东西 我都会加一点点姜在里面 哦 对 其实那个 我们讲说 轻的话可以减肥这样 轻 啊 重的话呢 可以养生这样子 其实效果还不错 就是你会觉得精神会比较好 这样子 你说姜片姜粉还是姜末 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你 如果你有 你时间较多 你就早上把几片姜拿来煮这样子 也可以 如果你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 其实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姜粉 可以泡这样子 对 你说轻可以减肥 重可以养生 为什么我认识你 这五六年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件事情 而且你没有发现我越来越瘦啊 但因为我中间有生小孩怀孕 诶没讲 没讲 我今天穿白色的 比较容易膨胀好吗 这样子 对 因为心机很重 好啦 那吃姜到12点以前吃啊 12点之后吃姜母鸭不行吗 诶可以啦 那但是就是说 我们说会比较发散这样子 哦 好好 这是回答您的问题 好 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 欢迎持续的留言 我等会再来看 我们现在接刘小姐 刘小姐您好 两位好 我请教医师 嘿 请说 因为我有脂肉性皮肤炎 而且还有九刀性皮肤炎 九刀性皮肤 这两样在中医有质的方法吗 可以调理吗 OK 质和调理应该都可以啦 这都没有问题啦 可是就是还是我们 因为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九刀性皮肤炎 和脂肉性皮肤炎 他们的体质都一样 那他只是说表现的事情 是这个样子 那有一些 有一些人的体质 是血虚生风的 这种体质 就是说 他可能更年期之后 这些事情变得比较严重 那有一些是胃热造成的 所以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 你的那个症状 就是你本人长怎么样子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觉得 加工制品千万不要再吃了 加工制品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 你可以吃羊肉 你可以吃牛肉 但你不要吃羊肉丸子 不要吃牛肉丸子 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 这样子呢 对我们的皮肤 也是会很有帮助 了解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你好 主持人医师 我有一部分 就是刚刚你们有提到 那个脚 足度的那种保暖 对对对 对对对 你们说上年就像 我今年大概55岁 那我这个脚 双脚有个问题 就这几年突然间就是 容易在 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 那个脚 通常睡到半夜的话 双脚就会冰凉 然后但是平常 白天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 特别是晚上 下了班回家 那个脚又觉得 它是在发烧 发烫的感觉 那 这个是属于血液循环的问题呢 还是 还是有什么 还是因为刚刚你有提到 心脏的关系 了解 或是年纪大的关系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脚步的这个问题 就是睡觉的时候 它发冷 发凉 然后当人醒来的时候 它是不冷 但是它觉得就是发烫 或者发烧 请问您几公斤 哇 我84公斤 我177公分 177 84 那 那我 我这样看 那因为当然可能也有 就是所谓的 那个血管发炎 也有可能 我不是说你啦 不知道啦 那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 这样子 那我感觉还是那个体重 比较重的关系 这样子 回流比较不好 其实呢 你发烫发热的时候 是回流不好的时候 真的啊 对对对 因为它回不去啊 它就好像 它就必须血管 必须按摩按摩按摩做事 要把东西送回去 都垫在沉淀在这上面 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你躺下去的时候 反而凉的原因是 其实它应该不用工作了 它可以休息 可是在我们自己感觉起来 我们反而比较不舒服 这样子 对所以 第一个我觉得 还是跟那个体重有关系 这样子 如果你可以减到77公斤 是最好啦 11公斤 77公斤 就84 84 现在84公斤嘛 减到77公斤是最好 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可能你平常的时候 是不是吃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 就是盐分不能太高 这样盐分太高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爱于回流 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生绿色的蔬菜 可以吃一天 一整天 可以吃四到五种 是最好 这样 OK好 这是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来接下一位是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两位好 是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大肠癌 手术完以后化疗 然后有一个副作用 会手麻 脚麻 好的 这种症状 那这个已经持续了两三年了 那这个有没有可以治好 OK好 化疗之后的副作用 什么 对对 他那个就是他会有一点 就是周边神经会有点受伤 这样子 对 对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所谓说 你可以吃一些化学的东西 比如像B群这种东西 也会有帮助于神经的恢复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吃生绿色的蔬菜 那我觉得最好的深绿色蔬菜 不是哪一种 而是有好几种 所谓好几种 就是说你 就反正吃当季的啦 你出去菜市场 如果你可以买到 每一天 如果可以买到四到五种 然后呢 也不用马上蹲下去 这样子 你一整天把它全部吃完 我觉得一个月后 你手麻脚麻的情形 就会好非常多这样子 那当然要到完全没有感觉 那就是要看你受伤的程度怎么样 那能不能完全没有感觉 我觉得也有可能 如果你持续这样吃的话 我觉得是可能 因为我们在诊所里面 非常多 就类似像这样癌后的 就说你已经治疗好了 完全好了 但是有一些像这样子的 身体小状况的病人 那他们呢 我们也是都是这样讲 我觉得吃药不如吃食物 食物不如吃当季的东西 你一定不能够再吃大量的糖类 所谓的糖类是包含 就是再制品 因为我们之前几年 都有很多很多那个笑话 就是说你吃荤的人 吃不到肉 就比如说你吃荤的人 你牛肉丸子里面没有牛肉 这样子 那你吃素的人都吃到肉 这样你素食里面都有鸡脖子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所以再制品是一定不能吃 那当然饮料当然不用讲 这些都不用讲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面条 如果你的面条吃起来QQ的 那里面的那个淀粉 淀粉改造剂就太多了 那个东西也是不能吃 你可以吃的就是纯天然的东西 那你吃久了以后 其实也不会 有些人一听到就说 那就算了好了 我就让他麻 那这也是一种选择 那可是我觉得 以长期的身体健康来讲 你这样吃 吃两个月到三个月 你就会发现 你整个人好像都换了一个人 那如果你一个不小心 吃到再制品 或吃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身体马上就会觉得 很不舒服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 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是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刚才 说那个高粱要泡水 是洗完才泡 还是泡 泡完要用 洗完再泡 洗完再泡 泡个水就可以 一起用了嘛 对对对 可以用可以用 可以用 那再请问一下 像药麦那里好不好 药麦不错啊 很好啊 也不错 也可以一起煮 喇叭桌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对哦 那燕麦都可以啦 燕麦 燕麦比较会涨啦 晚上吃燕麦 比较不松快 那这个达粮类 除了这几样 还有什么 除了这几样 还有那个什么 小麦啊 小米啊 都很好吃啊 比如说像小米粥 你可以放进去 我觉得也蛮好吃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高粱跟泥麦啊 对对对 还有羊扁豆 也很好吃啊 好好 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啊 好 网络上呢 有一些听众朋友 有问题 赶快来帮听众朋友 问一下了 金道一说 以中医的观点呢 蛋白质的摄取 对于熟灵的人 预防衰老 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其实有啦 都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年纪 越来越大 我们就说要补肾 那补肾的话 其实肾主先天 就是细胞级的啦 细胞级的话 细胞级优质蛋白质 也是可以让细胞 比较活化 还有其实是好的 油脂也要补充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大脑里面 就是所谓的那个 纸质双层 那这个都是属于 肾的部分 这样子 如果你的那个 油脂吃的太少 你不活动 不运动 还有重点的重点是 不活动 不运动 不思考 然后每天都 如果你要追剧 要追有那个 意志性的剧 不能追那个 不要追那种 腾情说爱 腾情说爱 搞不好也是可以 但要用脑啦 有点悬疑的那一种剧 要用脑的剧 这样子 如果你都不用脑的话 其实 每十年 最近的一个 那个 那个 期刊杂志 他有研究出来 每十年 我们身体的大脑 会萎缩 萎缩好像 不知道是四还是五 非常恐怖 百分之四 还是百分之五 这样子 另外呢 这是 应该是 于先生 还有于小姐吧 于小姐 我看到相片了 姜要怎么吃 我们快速再告诉大家一下吧 姜 其实呢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十二点以前吃 这样子 这个姜呢 是包含红姜黄啊 什么这些 类似的这些东西 这样子 或是什么 什么竹姜啊 这些东西 那所以要十二点以前吃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天气热 然后呢 我们身体的调节能力 也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天气 比较冷 就十二点以后开始吃 当然两三点 有的时候也是热 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热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吃呢 因为我们要对抗外面的环境 然后我们血液又很沸腾 这样子 所以对我们身体的那个 恒定程度来讲 比较不好 这样子 好 Milly问说呢 请问医师 枸杞如果吃很多的话 会不会上火 那如果想要 隔白酒的话呢 大概每天多少的量 才不算过分呢 其实枸杞的话 有的人会上火 有的人好像还好 可是其实枸杞 最大的问题是 在它糖分很高 吃久了会发胖 本身糖分就很高 对啊 以前古代人 没有什么叫葡萄干啊 以前古代的小孩子 都吃枸杞这样子啊 吃枸杞来当葡萄干来吃 就是古代人的零食这样子 对那你说眼睛的话 我觉得其实深绿色蔬菜 其实也不见得逊色这样子 因为它有那个叶黄素 可以帮助补充 对还有那个蓝莓 蓝莓也很好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你要养生的话 其实是要多种类 什么东西都吃这样子 对有时候亏也吃一下 没有啦心情好 但枸杞你还是要回答 人家枸杞大概多少量 一天多少量啊 一天多少量 其实它没有规定 因为没有人可以 没有一个研究 研究说我枸杞一天吃多少量 因为它还有一个发胖的问题啊 可能眼睛好变胖 那其实也不见得好 所以适量就好了啦 对 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大家好我是四周 我今天穿白色真的好膨胀 还不会你本身白漂亮 我刚刚说说什么 你刚才笑得大声 我刚刚说 我刚刚 我刚刚说 大家可以看回放 什么 你很过分的 你有需要 你有需要在背后放枪吗 而且大家都还没看到你灵诱他 嘿嘿嘿嘿嘿嘿 让我穿一下外套 挡一下肥 你刚才先收起来 我帮你等着不去 嗯嗯 那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咯 同时呢也欢迎可以到YouTube订阅 News98官方频道 YouTube的话 YouTube的话是98新闻台 可以到上面订阅 那这样子呢 就不只是明依安扣了 所有YouTube我们上传的电台的节目 你都可以随选随听 对对对对 三更半夜可以放来听 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放来听 咦 它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死了月深啊 不是 我是四月 四月深 你是模样座啊 对 看不出来吗 个性很爆裂 现在时间11点48分 欢迎回到明洋客节目现场 我是诗位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家培医师 回答听众朋友呢 各种有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 非常欢迎您可以扣印进来 扣印针线是83693398 83693398 或者是呢 欢迎你到脸书上面搜寻 news98官方粉丝团 你就可以在上面呢 看得到我们今天节目 正在现场直播当中 非常欢迎你可以在上面留言问问题 然后我们也会请张家培医师呢 尽量在空中的时候回答大家 我们家英控右堂说呢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精彩 所以他说回去的时候可以多听几次是不是 可以到YouTube上面来订阅啦 怎样 校报会得内伤哦 明诱他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 主持人好 中医师好 能不能请教 失眠应该怎么 怎么解决 失眠中医有没有处理的方法 对不对 失眠其实很多 很多原因会造成失眠 当然我们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 在很多人讲说什么 干活旺盛啊 心活旺盛啊 这些都会失眠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胃场 我们说胃不合呢 胃不合呢 胃也不会胺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现在研究也都显示 比如说你那个 胃食道逆流你也会容易失眠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种 有一些人年纪慢慢变比较大 心气不足 他也会容易失眠这样子 所谓心气不足呢 他就是走一走路就很喘这样子 然后呢 他手脚就是永远都是冷的 然后天气这个样子 他可能都穿很多件衣服 像这种也不见得会睡得好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也会失眠这样子 那那种呢 就是你全家人都觉得 你睡着了 可是你一直声称 你没有睡着这样 然后每次都给那个电视看 然后呢 旁边的人就帮你把电视关掉 所以你不要把我吃 这样就醒来这样子 那这种的也会这样 所以失眠的原因非常多 把原因找出来 治疗好 那你就会好睡这样 OK好 这是回答张先生的问题 来接下来一位是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现在请问一下 我早上习惯 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都有那个大肠 所以说我不大敢吃肉 我早上习惯就会吃水果 有时候甚至会打果汁来喝 那这个饮食上对不对 还有我的五股差量 我是就变成是说 艺人黑米 那个艺人黑米 还有那个红豆 黑豆 那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泡 那第二天早上 我再用用那个那个电锅煮 这样子我是说 这样子这些混合在一起 这样吃 对不对 谢谢 好谢谢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均衡饮食 然后膳食纤维一定要注意 不过还是要注意 其实水果吃太多也不见得好 我觉得蔬菜 因为我们都说五蔬果 但是我还是觉得 蔬菜最好三 然后三甚至3.5 水果1.5到2 因为现在水果都太甜了 其实不止台湾的水果甜 全世界的水果都很甜 非常甜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高甜分的情况下 因为像有一些人 他会有慢性发炎的情形 那癌症也是因为慢性发炎 所以转换而来的 那他慢性发炎 有时候我们其实猜不到各位的饮食 但我们只知道说 你就慢性发炎 那慢性发炎 那可能我们接下来会问说 那你有没有在喝饮料啊 你有没有在吃什么高糖的东西 吃饼干啊什么 可是永远都会猜不到说 我们其实吃很多水果 有些人把水果当主食来吃 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 这样子 对 你在说的是我吗 我有时候晚餐就吃了一大盒小番茄 啊番茄其实也不能算水果啊 小的 小的 嗯 番茄其实也有可能 我以为只有大番茄才算蔬菜耶 小番茄算水果 对对 小番茄算 对它是可能介于蔬菜和水果中间 它其实糖分没有那么高 哦 它如果小番茄肯定就是跟皮一起吃啊 当然了 对啊 所以它其实它的膳食纤维也够 哦好 谢谢您的安慰 好 网络上呢 你您欧问说呢 去日本吃拉面都会有半生不熟的糖心蛋 这糖心蛋吃了对身体好吗 嗯 应该是加了很多糖了 我不知道 不是糖心蛋的话 好像是因为里面是不熟啦 对 不熟 不熟其实就是有那个沙门干菌的问题 这对身体到底好不好 我想你也应该不大量吃 而且现在研究也显示 你一天吃三颗蛋 也是OK的 没有关系 这样子 对啊 那现在就是烹调的方式 嗯 烹调 糖心蛋 温泉蛋 这都是不熟的蛋 嗯 甚至提拉米苏 这都不熟的蛋 最好还是熟的蛋会比较好一点点嘛 对对对对 另外呢 网络上呢 Winnie说呢 刚刚说化疗之后 手麻脚麻 要吃什么 吃多种多多种样的深绿色蔬菜 嗯 嘿 这样是会对身体有帮助这样子 OK好 那另外 诶 怎么样你们问题是突然一下都涌上来的是不是 感谢你们 嗯 夕阳无限好 不是 我跟你讲 大家都挤在最后几分钟 这样我 对啊 有点困难 Tommy说呢 舍不得我 什么东西 诶 科学 科学中药是要饭前吃 还是要饭后吃 然后没有看你要治疗的项目是什么 然后你要问医生这样子 嗯 好 所以还是问你的医生啊 因为他开含你的项目跟内容 对啊 我们也不知道 有时候 因为其实中药跟西药不一样 可能西药止痛药 它很明确就是止痛 可是现在也不一定啊 比如说像RCP0 以前是止痛 现在没有 现在活血化瘤啊 对 预防血栓啊 所以还是要问清楚啦 OK好 这是回答 网络上听众朋友的问题哦 也非常欢迎您可以持续的扣印记呢 我们的扣印专线是 83693398 83693398 欢迎你有关于任何 中医方面的问题呢 都可以请教张家培医师 医生我们在聊到这个 有关于冬天进补的问题的时候 你刚刚有说到羊肉 其实算进补 很补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姜最好在12点之前吃 你还没讲到 我最爱的麻油腰子呢 麻油腰花 其实我觉得 超爱麻油腰花 对麻油腰花 它第一个 它如果有没有跟姜抱啦 这样子 这是它唯一的一个 我哪知道啦 我去的 是说情话诸恨 你敢问一言 你要问老家娘啊 你有放金吗 如果有放姜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 我觉得还好 那只是一餐啊两餐 而且现在 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说不能够吃内脏类 现在就可以吃内脏类 所以现在吃腰子 是可以是不是 对对对 但我们其实就 每次都有人讲说 那个张艺师 你不要再讲这些 我们台湾 你一定是第一胖啊 我觉得胖 其实不见得是吃这些 如果你照着 养生的时间吃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会胖啊 你看那个什么 古代人哪有一个胖的 都瘦得不得了 哦 了解 不是啦 有时候你的胖 可能是比如说 酒喝多了零食吃多了 然后不该吃的 淀粉吃多了 但是并不一定是代表说 你吃的那个正确食物 是有错的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都是吃 圆形的食物 你反而会越吃越瘦 那那个腰子 它本身是有营养的吗 腰子它就蛋白质嘛 那可是 以现代观点 解析起来都没有什么啦 可是以中医的观点来讲 其实腰子它就补肾这样子 那在中医来讲 肾其实是男生男养这样子 什么叫男生男养 就是他很难补到这样子 他很难补到 所以我们都没办法 就一直衰老上去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因为营养啊 什么科技都进步了这样子 所以现在都不用 你现在连开刀 都没有什么伤口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人类要活到120岁 也并不是男士这样子 所以现在补肾器 有什么方法 除了你刚刚讲的 那个肚重可以加鸡胖 然后肚重补肾之外 我觉得内脏类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还是 猪肝跟腰花都可以吃 可是我们的前提 并不是叫你天天吃 咱咱吃 我们一个礼拜吃一次 甚至两个礼拜吃一次 就可以了这样子 我因为你这个 今年都还没吃到 麻油腰花 快点去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康华中医诊所院长张 张佩佩医师 跟听众朋友聊到了 各种有关于 现在这个时间呢 中医养生的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明天一月五号就是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寒了 照理来说呢 应该是一年当中 最冷的一天 而根据中央气象级的预告呢 应该最冷的时候 会是在明天晚上 东北季风就会开始增强了 无论如何呢 还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好保暖 不仅睡觉的时候 记得要穿袜子 还记得呢 可以吃个腊八粥 来帮自己保暖了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的谢谢张佩培医师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张佩培医师的粉丝 我们要下个月才会见到他了 二月好像 二月 二月 二月好慢 二月要过年 二月要过年 拜拜 爱你们